再來就是我也很想嘗試的潛水活動 你知道演藝圈很多人都是潛水愛好者嗎 今天要由藝人Eason來帶大家示範的是 水廢潛水 他是Eason 潛水三年 擁有初階潛水執照 紀念值相當豐富 你的裝備都要自己組裝 到國外潛水的話 他們都會幫你組裝好 跟國外不同 在台灣潛水裝備給同學自己來 包括面鏡 呼吸管 手套 挖鞋防含衣 福利補償裝置 調節器 配重帶 潛水儀表 氣瓶 像這類自行攜帶水下呼吸系統的潛水 稱為水廢潛水 這些器材Eason已經熟悉到不行 水下的話你的視角 跟你在外面看不一樣 你可以鑽到珊瑚礁裡面去 然後你可以順著那個魚犬游的方向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在水中的時候 覺得自己真的很像一條魚這樣子 然後跟牠們這樣一起游 然後我就覺得平常的工作壓力 或生活壓力全部都沒有 在水中很快樂 為了可以夜潛 看夜晚時的海底世界 或是洞穴潛水從事更多潛水活動 已經累積50多隻氣瓶的Eason 要考進階潛水執照 但是我 但是我並沒有想要去當教練去教人 因為我只是想要滿足自己 在這個海底世界的這個 一包眼福而已這樣子 但潛水哪有那麼簡單 要保持呼吸的節奏 適應水底的水壓 Eason就曾發聲過 沒聽教練指示 結果自食而過 第一次下潛的時候 我就想要證明說我很厲害 所以我就一次就要潛很深 然後我下潛的速度過快 結果我耳壓平衡來不及做 然後我就覺得我耳膜已經快要爆炸的感覺 然後我那個時候我個性又好強 然後教練就問我 因為我們在水中會比手勢 教練就問我說是不是不OK 還好吧這樣 我就一直跟他OK OK 可是其實我那個時候 耳朵已經快爆炸了 光是挑戰耳壓平衡 Eason就花了不少時間 而每次下潛還得事先做做功課 了解海底地形 洋流變化 要注意的細節很多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一起來的時候 我就掛了兩條鼻血 在這個鼻子上面 我看到的時候我嚇死了 我想說奇怪 怎麼有鹹鹹的味道血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慌 有時候教練教練 我怎麼了這樣子 然後教練就說 因為我的耳壓平衡做得太大力了 我就是捏著鼻子 然後一直這樣不斷吐氣 然後有時候弄得太大力的話 這個鼻子裡面的微血管很破裂 但只要身體能夠適應克服 之後就能夠盡情徜徉潛水世界 靠著繩子往下潛 自由潛水被副比式雜誌 稱為世界上第二危險的運動 簡單來說 就是不使用氧氣瓶 逼一口氣下去潛水 跟鯊魚游在一起 畫面唯美難得 但自由潛水危險性高 下潛時要注意深度 還得留意回塵時間 避免過快回到海面上 而缺氧昏迷 憋氣時間也在挑戰整體極限 潛水航體驗當魚的感覺 悠悠海洋 不管是水飛潛水還是自由潛水 都要掌握好注意事項 聽從教練指示 在海裡聆聽海浪聲 自己的呼吸聲 也能好野心性 釋放生活壓力